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0日 国内的时间6月10日,人民网发布了一条消息 广东省又抓了一个探官 6月10日,广东机委监察委网站的消息 山委市委常委,卢峰市委收集 乌鱼民涉嫌严重危机立法 目前正接受广东省机委监察委 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共的官场现在是抓人 抓疯了,每天都在抓 而且抓完之后呢 就由这个新华社和人民网分别做一些报道 这个,我们按照常规来讲 像吴鱼民这样的官员 才是一个市委书记 算是小老虎了 没什么可值得研究 但是,很多网友,很多读者 可能都对这个乌侃事件耳熟能相 由于这个市委书记 这个吴鱼民和乌侃事件 和林祖殿的被抓捕和判刑 有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说,今天就愿意和大家 谈一谈,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2011年,曾经发生了 2011年的这个12月份 广东省发生了非常重要的 这个乌侃事件 当时那个副省长,驻民国 这个还没判刑呢 那时候还是在这个事业顶峰 是宗纪委的委员 而且又是广东省的副省长 副书记 那么他也是处理什么呢 处理这个山头 下面这个卢峰市发生的 乌侃事件的主要领导者 当时他处理这个 处理乌侃事件 有一个六个意见 六个观点 叫猪六点 也就是在他主导下 具体是处理这个乌侃事件 当时是媒体炒作得非常厉害 这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 这个算是当时呢 由于这个还属于 这个呼温这个时代 还没有进入 习近平这个所谓的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 所以那个时候 好像还是比较宽容 从上边 那么从广东省来讲 那地方官 还是比较这个开明 那么驻民国当然 这个在处理这个乌侃事件的 过程当中 还应当讲 有些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 特别是 由于这个地方 拼邻这个香港 就香港媒体的报道也多 海外媒体炒作得非常厉害 再加上 就发生了一系列的 一些事件的 村民维权的事件 所以说当时也真是 算是这个民主这个选举的 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胜利 这种一个事件 但后来归于失败 那失败了以后 失败的原因 可以这样讲 一个是上面的这个 主要的领导人 这个更换 再加上什么呢 广东省的地方大员也更换了 我们知道这个胡存华 他在2012年到17年 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了 他在处理乌坎这个事件 这个过程当中 和这个汪洋不一样 那么胡存华到底是 出于自己自身的 这个执政理念 还是听命于这个政治局 这个上席 这个很难讲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位叫 这位卢丰市委书记 叫乌于敏 乌于敏的人 当时扮演的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至于乌坎世界 那么大家可以从网上去 这个仔细的阅读 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 文字也很多 以前我讲了很多遍 就不去重复了 为了给予大家时间 那么但是有一个节点 就是有一个时间点 就要记住 也就是什么呢 根据网站的消息 这个乌于敏呢 他是那么一直在广东基层工作 那么是60后的官员 也是在职一个大学学历 那么2003年开始 他就担任什么呢 就广东接阳普宁市常委 然后呢 就在这个接阳市 逐步的高升 一直到呢 2015年 这个2011年的时候 他担任吉阳市的 这个县委书记 县人大常委主任 9月份就任山头 山委 山委市委常委 卢峰市委书记 从15年开始就接受 那么15年这个期间呢 那么他这个 在胡孙华的支持下 可以这样讲 非常这个严厉的 也是非常僵化保守的 这个严厉的打击了 这个乌坎村的事件 2016年6月这个18号 抓捕了林祖烈 林祖烈我以前多次讲过 是一个民选的 这个村委会的主任 实际上当时的选举 就是遵应了老百姓 这个民主要求 一人一票的 比较公正的选举的 这个地方的领导人 没想到就林祖烈后来 也被包装虚构 这个强加一个罪名 变成了腐败分子 说他是在 就工程 这个对外承包的过程当中 受贿 那么后来也是判刑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这一次落马这个官员 当年是 镇压老百姓立功了 乌于敏 是顺应了上级领导的指示 因为总共这个司法是不独立的 党管司法 那么就是对林祖烈怎么处理 判不判刑 判多少年 以什么罪名 那肯定都是上级一句话 那胡孙华肯定是知道 那当然了 刚才讲到这位 这个 乌于敏的 那更是知道 所以他是立下了汉马 但是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抓他呢 我认为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他本身来讲 的确也是腐败分子 因为过去我多次讲过 这种政治体制 官员的权力特别大 你不贪都不行 特别是在广东城 这个那些经济增长点的城市 到处都是生意 这个办任何事情 你办完之后 办之前 官员只要是敢干 那都会有人送钱送物 送色 所以说这个身上的辫子 一大把 另外一个什么 你即使这样的老百姓 但是你是胡孙华的底细 那肯定要奋力拿下 这才是关键 因为现在习近平 机器团队 已经通过反腐败 把这个中共所谓的 原先预备的 这个第六代领导人 孙政才已经灌到大牢里去了 松了一口气 那下一步就说 对付胡孙华了 所以胡孙华在内蒙 这个工作期间 和他有过交集那些官员 包括一些国一企的老板 翻山落马 那么在河北 那也是抓了一大批 那么现在广东省 那也是要挖地三尺 那自然而然像这个 刚才讲的这位叫乌于敏的 也算是这个胡孙华的哀教 那肯定也要拿下 所以说他落马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么根据网络的 这个讲到他个人履历的时候 说是他是15年 当了这个卢峰市委书记 接着呢 做了人大常委主任 这个党总书记 那么16年到今天 就是还是卢峰市委常委 这卢峰市委书记 那就是一个现任的官员 不是退休的了 所以把他拿下 这还是有一些 这个新的这个特点 那么此外呢 正因为他曾经当年镇压了老百姓 民愤及的 所以说共产党把他拿下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呢 也是削却下老百姓的心中的不满 也可以忽悠老百姓 你看我们都公正了 遂应你们的民意 把他抓起来判刑 那么对于这位 这个当年参与的镇压 这个乌坎事件的 这个乌鱼米来讲 心里最愚闷 这就和中民国一样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为这个共产党效劳 用这个刀把整这个老百姓 当年算是有功自成 这个没有想到 也落到这样一个下场 其实在诸民国这个事件 这个当年这个所谓 这个诸六点 这指示之后呢 其实啊 2012年8月10号 已经有一个 这个当地的主管 政法委的官员 叫陈曾欣 当时也被算开了 也就是中共这高官呢 你不管是神官 神级 神一级 这个神部级的 就著名国 还是这个师弟级的 像讲到这个叫陈曾欣 还是在下面这些 更小的官员 像乌玉敏 凡是你为共产党 这个行行业业的工作 共产党是一只手 先让你给你很大的权利 让你实际是贪 贪完之后呢 另一只手 共产党在让你在内斗当中 再把你送进监狱 这就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系统工程一样 但是很有诱惑力 那么并不能阻挡 这个目前这个 就在这个政治这个领域里面 千军万马过多目桥 你看现在打开这个媒体 每天对我什么呢 共产党培养新的官员 这个非常高兴的 这个进入这个仕途 而且有些官员在认知之前 还搞什么财产公司 没有搞不是财产公司 还搞这个所谓的公司 就是让老百姓提提一些 其实都是走过场 并没有像这个维权人士 这个海外的自由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再要求 就是对官员应该进行 一人票选举 而且还要进行财产公施 没有这样 都是一种什么呢 用新面孔取代救面孔 救面孔谈 那么新面孔更谈 这种状况 那当然了 现在整个广东省 现在这个封疆大力的权力 落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嫡系 陈希手里了 那陈希现在肯定是按照 习近平这些团队的 这个在组织方面的 烘焙规划 这个对准这个共青团队 主要是胡春华当地 在广东时候 省政职期间 结交的一些官僚 进行狠狠的整肃 躺出位置 安排自己的兄弟 自己的这些哥们弟兄 就爬上去 那么这些人上去之后 难道就不贪吗 我认为不经营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个人品行不好的话 可能贪得更厉害 只不过是 谁将来能够整肃他们 这就看将来 中国政局如何演变 看习近平这个权力在手里 能够就是说掌控多久 拿着习近平自己的想象 那就是两个一百年 而且终身制 但是世事难料 政治风云都是不断变坏 那虽然能想到 当年民选的兵主殿 最后被强架一个罪名 关到大楼 那虽然能想到 吴侃存当时有个维权领袖 也是一个老百姓 一票选举的一个村委会的委员 也就是在海外 现在比较活跃的 庄立红先生 他在2014年带着他的太太 跑到美国里 巡求政治庇护 后来呢 曾经参与了这个 郭文贵的团队 再后来啊 从这里退出以后啊 反隔一击啊 等等 像这些事情 包括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乌于敏的落马 谁都能想到 没有人能想到 所以说很多事情呢 都是变化非常大的 那么只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不能整个中国上下都会进行一零票的选举 你仅仅靠这个乌侃这么一个小的村庄 搞一个民主实验的这样一个典型啊 即使成功的规律失败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 中国必须有大的变革 人民才有前途 好在什么这个变革 本人认为即将到来 这个才是最有 是我最最感到 破信鼓舞的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 读报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